以在地農場作為學習廠具 由家農校友代理師生深入了解農業經營 及水稻田管理的甘苦潭 並透過全面的機械化栽培 從整地插秧 噴藥到採收 了解產地到餐桌的力塵 也知道管理田間的各種狀況 我們這個是優質化的計畫 然後那個原油就是因為 這個是我們的現在二年級的小朋友 然後他們家裡面是很大戶的水稻田 那他的哥哥姐姐們也都是 剛好是我們的畢業校友 所以我們就想說 其實現在少子化很嚴重 然後我們沒有辦法 就是用一般的人力去做那個水稻這一塊 那我們這次就結合他 因為他們就是水稻生產者這樣 我們就結合他們 然後寫了一個優質化的計畫 然後呢我們就是請他們的家長來協助我們 從打地開始 然後包括插秧 他們就帶著小朋友一起操作那個插秧機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中間有使用無人機噴藥 然後我們收割大概是預計下個月我們會收割 整個流程參與透過此次計畫跨領域的進行產學合作 進而延伸到餐飲科系 迷食加工等延續課程 此次計畫結合農經科學生王翰傑 自家農場 與同事加農校友的父親 與堂哥的專業知識與教導感慨良多 也希望未來能習得更多知識回饋家裡 因為爸爸跟堂哥 他們都是讀加東高農的農經課 我想說就是家裡也是做農的 做水稻跟紅豆 所以想說來這邊學習就是農場經營嘛 所以我想說用來學校學一下網路經營的方式來幫助家裡 因為家裡雖然說也都是慢慢的機械化 但是網路方面還是沒有那麼就是厲害的人 想要用網路的方面來推銷家裡的農場 通過產學合作模式讓學生的學習 不僅限於課堂知識 也不受限於校內 而是能親自到田間看見成功的農場經營者 如何做好農經管理 期盼未來也能學以致用 讓屏東農業發展更具潛力 記者不聽張志豪採訪報導